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OK 我今天呢我要来讲一下我来英国留学的费用 先声明一下,等下我所说的那些费用呢都是in general 就是说那些想要来英国读书的人 还是那些已经在英国读书的人他们普遍上一年会花这些钱 就是这些费用 OK,然后我会以四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我会先讲学费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讲他这边的住宿费 第三个部分生活费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好像你那些打工啊,那些杂费啊,那些费用 OK,首先呢,before我讲那些费用 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来英国读书 OK,首先,从小到大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哦 就是想要出国读书 然后特别是去那种欧洲国家 就是看一下他们西方文化 然后去体验一下他们那种留学生活这样子 所以英国就成为了我的首选 然后再加上我读的是金融行业 然后这一点英国在金融业是算蛮强的 所以我就选择来英国读书 当然啦,在这个留学的梦想的背后 是有我的父母的金钱的支持 因为英国的留学费用真的是不便宜 其实在欧洲国家留学的费用都不便宜 再加上马币的兑换率 所以不管对到什么国家都没有利了 所以变成了去到欧洲国家读书 那个汇率是非常的高 成本是非常的高 然后目前的兑换率应该是5.5 就是马币兑英镑是5.5 所以任何东西都要成5 如果在看影片的你们 未来想要去英国留学 你们就是要来get ready 就是要有这笔的基金 第一点我来讲一下英国的那个学费 普遍上那个range generate的range 是大概从15英镑到25英镑 然后这个range呢 是取决于你今天是读什么大学 上着什么的科系 然后我是一年的学费 差不多一个17千英镑 然后我是今年我是又拿到奖学金 拿了差不多4千的英镑 也就是说我一年的学费 差不多一个13千英镑 换算到来差不多马币70千 对不便宜 这是学费方面 这是最大的一个成本 第二点住宿费 一般上住宿费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你去外面住屋子 就是找房东这样子 然后第二种就是我正在住的 就是学生宿舍 通常第一年的学生都会住学生宿舍 然后我是第一年吧 所以我去住学生宿舍 OK 然后我来讲一下我的 嗯 住宿费是多少钱 我的住宿费 一个月是480英镑 也就等于马币2500块 差不多 在马来西亚呢 差不多就是一个成年人 出了社会过后 一个月的薪水 也就是我一个月住宿费吧 当然学生宿舍的话 会相对比较贵一点 因为它也就是包到完 就是包山包海 电费水费你都不用给 所以会相对来说比较贵一点 然后如果是说你是出去外面租房子 自己找房子来个人家合租 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生活费呢是因人而异的 就是看你自己平时三餐花多少 然后自己又没有客制 就生活费其实是很好拿捏 也很看个人的 然后我这个人 我是比较精打细算的人啊 我的生活费是一个月差不多150块银帮 像等于500块马币 我这个150块的生活费是属于偏低 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精打细算啊 然后我是那种我能不叫外卖 我能不出去吃东西 我就不会去的人 所以除非好像可能朋友的聚会 还是可能有party这样子 我就会花比较多 不然平时的话我能自己煮 我一定自己煮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好像可能那种买课本 买书那些复印的费用 我都没有 基本上我都没有花过任何一分钱在那边 因为我是如果有电子书 我一定拿电子书 如果能不要复印 我也是不会去复印啊 我就是拿我的ipad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电子笔记 就是用它来读书 然后关于到交通方面 因为我也是能走路 我就尽量走路 能骑脚车 我就骑脚车 所以我很少去做那些公共交通 也很少去做那些cap啊 出租车那些都没有 然后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那些购物商场都管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去可以有机会去逛街 就算我逛街 我看到的东西我也没有很喜欢 因为我是属于比较 我喜欢的东西比较亚洲一点 比较东方一点 所以自己的衣服那些 我都基本上都不会去买 基本上我的生活费就是我的三餐而已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关于打工 就其实英国是可以允许留学生一个星期 打最多20个小时的那个part time job 以上呢就是我来英国的这些费用 就我刚刚所提到的费用 是没有包括飞机票也没有包括签证 所以又是另一笔数目 总结来讲来英国留学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 所以那些如果要准备来留学的 还是你们已经在留学的 就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就我有个观念就是如果要留学 就要留得最值得 就是把那个利益最大化 就是你的父母就已经辛辛苦苦 抓了那么一笔钱给你拿来做一个教育基金 给你去留学 你就要更加善用这笔钱 然后学到更多东西回来 这样子 如果最近有收到一些人问我 疫情下来英国留学值不值得 就我很坦白 我很坦白的讲 如果你是要讲 你是academic wise你要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你想要体验那种lecture hall的生活 是不可能的 你的那个学费完全就是网课 是非常不值得 如果你是要拿那个学费 然后你去上网课的话 真的是不值得啊 因为你给那么多 可是就是上网课罢 就是你不能去那种讲堂啊 不能见到你的教授啊 这些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其实不管你去到任何一间大学都好 现在都在上这网课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去控制的一件事情 相对来说 如果是说个人成长方面 那个钱就花得值得 因为我真的是在这半年 真的是学到最大最大的东西 不是我怎么我金融专业的那些东西 而是学会要如何自己搭理好自己的生活 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然后学会要独立 因为就因为开始独居很多东西 都要自己来 没有人会去提醒你现在要做什么 然后这个时间点你应该要吃饭冲凉睡觉 没有人会提醒你 都是你自己要告诉自己 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做 这些东西都是很需要靠你自己的意志力 跟你自己的那个自律 所以我学会最多的反而是这个 然后一个小小预告 就我的下一个影片 我应该会说我在这半年内留学的生活 我到底学会了什么 领悟到了什么 所以你们继续看啦 拜拜